大家好,我是Den 出道4个月的新人女团 因为只以放松出演分数拿下了音乐节目的一位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在10月2号的Music Bank的一位候补室 新人女团Chasarang的Robotikon 与逆行后连续一个月在音源排行榜占据一位的 Yuna Sakneji Pyeongsan 女团Chasarang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成员全员式17岁的青春风格女团 结果当天新人女团Chasarang最终拿下了Music Bank的一位 但是因为Chasarang的音源专辑社交媒体分数都是0分 只是以放松出演分数就赢过了逆行神话歌曲 Sakneji Pyeongsan 所以就引起了网友们非常大的争议 而在当天发表一位之前的3点30分4点 网友们也在桃王论坛发现到宣传Chasarang拿下一位的贴文 原稿4 今天在Music Bank拿下一位的中小经纪公司出身新人 原稿3 季节在清古第二个中小经纪公司的奇迹 很多网友们认为 应该是事先写好稿子后想要用来营销 但是不小心没有设定成未公开上传成公开了 目前该贴文已经删除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Music Bank一位真的没什么意义了 从出道前论坛就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贴文 一直提到Aping的清古罗布利子 当时也觉得很傻眼 中小奇迹的话 旁摊小女友妈妈母17才是吧 用放松次数拿下一位 还说什么中小经纪公司的奇迹 先卖个10万张专辑再说吧 很可能泄露狗子这个也是营销的一部分 恶评多也比没有反应好 但是这个不能骂idol吧 对不是新人女团的问题 而是公司操作的问题 所以对于执意放松出演分数 拿下一位的新人女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韩国进入世界杯16枪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比赛的这一幕 从农民选手自己带球跑了80多公尺后 甩掉这些防守的葡萄牙球员 穿球给黄一切逆转了比赛 在这里再次谢谢一起为韩国队姻缘的大家 谢谢大家 然后为了庆祝韩国队的胜利 FIFA官方上传了这个影片 虽然16枪比赛 韩国的对手是 只是希望选手们能尽全力安全的结束比赛 欢迎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Spotipi播放最多的KPOP组合 前10名 Spotipi排行的话 大家简单的可以想成是 海外粉丝们听得最多的排行就好了 10位 女孩子 10位 女孩子 10位 女孩子 8位 一姐 7位 エナイプン 6位 トゥボルーバイトゥゲーダ 5位 セブンティン 4位 ステリーキーズ 3位 トゥワイス 2位 プレイピンク 1位 庞坦 ソニャンター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